新竹客运年底停驶 这路线已经是逐年在减班 那么新竹县逐东高中的学生 就向明代陈勤了 有八成外乡镇的学生往返不便 一小时只有一班车 如果没有搭到校车的话呢 最远得要花两小时才能够到学校 希望能够增班或者是加开直达车 来解决通学的困扰 背着书包走入校园上课 一轮搭校车通行 但逐东高中的学生向明代陈勤 因为公车减班 让上下学变得很不方便 希望增班或加开直达车 不管是从新竹市或从竹北 要搭这个通学 通学到这个主动高中 那其实所花的时间 也令我非常惊讶 他说大概有两个小时之久这样 当然他们很希望说 可以透过是不是班次的增加 或者是班次的时间调整 能够来解决这个问题 通学幸福巴士 就是根据需求来做调整 调整班次的这种幸福巴士 或者是幸福享用的概念 过往都是用在偏乡 那么是不是有可能我们也可以用在 我们孩子们最需要的通学的这个环境当中 全校1700位学生 高达八成住在其他乡镇 甚至还有外线市 每天都需要搭车往返 但公车逐年减班 错过就要等很久 火车也是一小时只有一班车 如果没搭校车最远要花两小时才能到校 引发学生抱怨 现议员吴旭智接获陈勤 将争取同学幸福巴士 小黄等交通工具 也希望能设立竹北转运站 串联西南西北 全方位改善新竹交通 目前搭乘交通车的学生约有一千余人 目前学校交通车总数是29辆车 在新竹地区大概有11辆车 竹北地区大概有10辆车 学生数分别大概都是450人左右 目前学校的交通车的数量 能够满足有搭乘交通车同学的一个需求 那如果后续学校同学有额外的一个需求 那学校也会尽量来满足同学 在这部分搭乘交通车的一个问题 学校有1000多人搭乘校车 19条路线29辆车 其中搭乘到竹北和新竹市的就超过8成 校方表示只要学生有需求都能搭乘 让同学更顺畅